志豪超級有特色 從歌手出聲罷這道主詞 對 而且超有特色的就是 真的嗎 從那個台語歌翻成英文的 好厲害 對啊 說紅的 還好吧 抖音常常都滑倒一下 真的還好 就點閱率就幾百萬左右 還好 幾百萬 當然要說謙虛而已 就超級強的 阿姊 我跟你說 因為真的我很辛苦 會走上這條路 這是我是陳百伯的 那個不願意 就還好它會發展出它的特色 對 閩南語歌翻成英文歌來唱 點閱率就破幾百萬 又來到抖音的時代 對 快點 幫我們拉抬一下 幫我們拉抬一下點閱率 聽一下 是不是假的 你們有人要聽嗎 有啦 真的 聽說 剛剛說Vulu 這首很紅的歌 Dancing Queen 你不能講她是Vulu Dancing Queen 她是Dancing Queen 她是台灣Liz Dancing Queen Please 對喔 老師 那個 Dancing Queen 好 Dancing Queen Dressing up as a beauty We are dancing Sh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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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re Rare Ney On land Sh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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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me unhappy Happy 怎麼會這麼害怕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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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can't understand me Being a dancing lady Watching fate with my tea Pretend to be happy Hey Ah Ah Come on come on Dancing Body just moving I don't care who is he Let me I want to be a dream I want to be a dream 好合理 好好聽喔 很合理 就是也沒有一句是正確的 也沒有一句翻錯啦 但是也都說得過去 执意就對了啦 所以我後來去新加坡去印尼作秀啊 他們都不點我唱片的歌 都點這些 我好難過啊 我超難過的 新加坡歌迷超熱情的 你就把你的歌翻成英文啊 真的 你幹嘛都翻別人的啊 就想說他們就比較紅 這樣子 來來來 試試看 說這個 在出道前也曾經是卡奴 負債百萬 應該是出道後變卡奴 就是出唱片之後變卡奴 工作吃三空了嘛 對不對 因為我總共在錢東家 有七年的時間 發了六張唱片 那不錯 其實老闆 我一直很感謝他 就是說 在這麼沒有成績的狀況之下 還一直把我撐著 對啊 但是畢竟出唱片 就是要輸入了嘛 因為他們是要花很多錢 去投資嘛 那 但是成績就是很 很現實的事情 那怎麼辦 這段時間生活怎麼過 我也不敢跟爸媽講說 我後悔了 我想要再回去教書 或是我想要再回去 立法院上班 這個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而且同事都會說 看你很紅 現在做大明星 賺很多錢這樣 對 其實苦哈哈的 因為錢不但花光了 後來還 就是用信用卡去借款 然後還有現金卡 所以那時候還倚卡洋卡 我記得每一個月 對啊 我要努力一件事情就是 我一定要籌出錢來還 最低陰角金額 OK 不是還還卡在 是最低陰角金額 為什麼你算看看 100萬 100萬的最低陰角金額 就要多少錢 多少 對一個 要幾萬塊 信用卡的利息有到多少% 16% 17% 好高喔 那麼高 所以一定要趕快給他 對啊 你光還那個利息 就還不完 對 可是不能講 回到家都不能講 因為講了 爸媽就會擔心 他就會覺得 你怎麼那麼傻 然後 所以你先跟你爸媽 借100萬嘛 我不敢 我不敢 因為我覺得 你一直勸他 你好像有比他聰明 我賠得比較多 對 他不過是出唱片 真的 很厲害 你拍連續劇 你會更有用 那我有目標 我說為台灣文化 你可能即將得到一個肯定 金鐘獎最佳男歌手 他也是朝他的目標 金曲獎最佳男歌手 希望有朝一日 會 希望有朝一日 然後這樣子的日子 其實過了非常久 就是 真的很慘 可是不出門又不行 因為每天都要假裝很忙 要出門 那車子也賣掉了 知道出門怎麼辦 就選擇要搭公車 所以我的人生 是一直到我當了歌星之後 我才學會怎麼搭公車 以前沒有機會搭公車 OK 那搭公車呢 我只能選擇 我要搭 從我家出去的那一趟 還是要從外面回來的 就一天只有一趟 15元 對 沒有錢 沒有錢 那也是要出去 每天就是要繼續很忙 而且逃票很難逃 然後一看就說 志豪你回來 也還好啦 也還好 也沒有什麼知名故 那時候不太會被發現 應該會被看到 就怎麼一個頭這麼大的人 然後一直想逃票 這樣子 然後選擇要一趟 只能花15塊 那吃什麼 就去吃關東煮的湯 Seven的關東煮 買一支關東煮 沒買 沒買 等點完沒看的時候 趕快把他淘汰一個碗 那個大頭那個淘汰 那個淘汰 所以我很感謝那個小七的 我相信他好像應該知道 我有來淘汰 有啦 其實他都不會把我做到 小七做了很多善事 很多人都是靠小七度過 最艱難的日子 對 那段時間就是 就是可以生就生 可以賣開錢就賣開錢 我突發奇想 因為我有一個 就是從台北要回來 然後我就慢慢走 慢慢走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阿桑 在撿回收 我就想說 對耶 撿回收 撿回收是可以賺錢的 那我就也曾經嘗試 有一段時間 我也撿了一些寶特瓶去 寶特瓶一個可以賣多少錢 不是一個 要買很多 是重量 要很多錢 而且你要把它壓扁 要整理好才幾十塊錢吧 你還跟阿桑搶那個 阿桑都已經沒有地方撿了 但是我已經沒有錢 我吃飯都有問題了 他搞不好撿一趟 他就可以搭一趟公車 對 而且吃飯沒有 吃飯沒關係 真的可以挨餓 因為年輕 最重要是我怕下個月 我的最低硬腳金額怎麼辦 那個壓力太大了 但是後來為什麼 就沒有繼續 繼續再撿回收的原因 是因為 因為我有潔癖 我有一天撿到一個寶特瓶 上面有人吐彈在上面 我就再也不敢碰那個東西 人到最後釜底抽薪 還好那時候 所有什麼通告都要接 就是說 忽然有一個風水節目要找你 對 我的貴人 其實他有在閃亮亮 那時候我的委託的經紀人 是閃亮亮 然後他就說 有一個風水的節目 你要不要接 我說當然接 他說你信風水嗎 我說我不信 可是因為他的通告費 那時候他給我一萬塊 一萬塊 很多 那時候我連通告都送不去 1350都沒有人要的人 他通告費要給我一萬塊 是真的是風水節目嗎 還是那種 一萬塊 真的是風水節目 真的很正派 老師還在這裡 是喔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已經 我不管它是什麼 就想說天啊 我只要配合這一次錄影 我就可以賺一萬 一萬塊對我來講 那是天文數字 對不對 結果來看完了那一次錄影之後 我也就是 反正就配合演出 他說我哪裡有問題 什麼 去你家 去我家 看了我的問題之後呢 我也沒有太上心 老師們講的話 我就是很開心 他只心裡有一萬塊 就一萬塊 我可以解我的燃眉之急 目標明確 對 可是呢 拿到錢之後我就想說 既然接了這個通告 可能是老天爺 要給我一個 人生的一個轉機 好 死馬當活馬椅 我何不就試試看 我先從老師講的部分 不用花錢的 我先調整 就老師說你們家怎麼樣 我常年住在地下室 風水真的不好 地下室本身就不好 但是從來沒有想過 會有這個問題嗎 因為那時候這間房子 是買一樓 然後地下室兩間房間 那就很開心說 長那麼大了 總算有一間 屬於自己的房間的 這樣住 是跟爸媽住是不是 跟爸媽 那時候是跟爸媽 然後爸媽住上面 你就住地下室 對 老師說難怪你沒有出路 因為地下室 不是活人在住的 我那時候心裡好生氣 我說你才死人吧 你家來我家說 不是活人在住 後來我把它 冷靜思考說 他講的真的是有道理 原因是因為基隆的天氣 本來就潮濕 我們家又住偏山區 再來我又住在房子的地下室 其實長期以來 接收到的氣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那我就先搬上來 再來他也講了 我們家的地勢的關係 我的大門打開 是斜坡往下 走下坡 他說許志豪 你每天開門就是在走下坡 你怎麼會好 然後包含了我們家開的門 可能會有穿堂煞 開門見扇 漏財 守不住財等等的問題 那我就先從這些 不用花錢的調整 可是你家走下坡 你怎麼調整 賣了 他叫我裝山海鎮 山海鎮 山海鎮 山海鎮就放在我家的大門 就是說利用這個 他照的這個角度 在鏡子的世界裡面 有一些是凸透鏡 有一些是凹鏡 把一些煞氣可以收進來 或者是擋出去 對 你就不是走下坡了 鏡子的世界裡面 你就是可能是平坦的一條道路 是 那我就先坐 坐完其實很快 差不多一個月時間不到 我就有了新的合約 新的東家 而且接了我人生第一個 節目的主持員 就是我現在主持的 超級Horror吧 那這幾乎就是改變了 我的生命 就是有一個很強大的平台 然後把許智豪放進去之後 漸漸的就有人就認識他了 然後就開始會有賺錢的機會 會有商演 而且你又夠努力 這當然就是自己要努力 對 然後很短的時間內 就把債務還完 很棒 老師像 老師好準 像 唐哥喔 對啊 唐哥等一下電話留一下 OK 那來看一下我們家 我兩間房子都他看 真的喔 你前面欠卡太那麼可憐 然後現在觀眾想 他有 主持一個節目 就可以把債務都還完 還買兩間房子 他說演藝圈多好賺 不...這個真的要說明 真的不是只有那個 不是因為那個節目 就解決了我所有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 新的開始 是 就是說 增加了我的能見度之後 有知名度 然後林欣的商演是 先幫我把債務還完 後來呢 又在八大 又找我主持了一個 代狀的歌唱節目 那代狀就很補啊 對 就... 每天都有 就每天都有啊 前後送入 對 它是從第一個節目 就開始翻轉 對不對 但是第一個節目之前 碰到老師做風水 做了一點調整之後 氣場一變 整個就開始滾動了 對 而且很明顯喔 時間就是 那個改變就是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你就很明顯地感受到說 事情漸漸地順利 嗯 所以 結果以前還不相信 以前還不相信 你看 對啊 以前都是說看風水是 好人家家的事情 對 關我們什麼事啊 是 對啊 我們幹嘛要看風水 後來才知道 原來它跟我們是息息相關 然後你後來賺的錢 所以你開始就 在投資了 我沒有投資 我趕快把 我賺到的這些主持費 那個帶狀節目的主持費 整理好之後 我就買了我人生第一間房子 好快 阿湯哥是你的貴人耶 是我的貴人 還有謝老師也是 應該亮亮跟阿湯哥都是 他們都是我的貴人 所以我家裡 你們去我家看客廳 我調阿湯哥的照片 旁邊才是我阿祖跟我阿公 你們兩個人 那是我的貴人 你早晚有聞到香的味道嗎 希望不要 不要太乖 我非常的感謝他 因為他幾乎就是 改變了我的生命 年輕人你在迷我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